3、2、1 公和香港国际机场第三跑道正式启用 香港国际机场第三条跑道11月25日正式启用 据悉,为让航空业界熟悉运作 跑道自7月8日起编排航班 至今已有1.1万航班升降 11月起平均每日有约140班机升降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 在出席第三条跑道启用典礼时表示 第三跑道的启用是香港机场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香港国际机场的愿景 是从城市机场发展成为机场城市 第三跑道的启用 正为实现这个愿景踏出了重要的一步 特区政府热设期待 与机管局和各界继续通力合作 全面推进机场城市的建设 全力提升国际航空疏楼地位 带领香港特区的民航事业发展 展示高飞,再创高峰 根据机管局资料 新跑道于2016年动工 全长3800米 填海拓地约650公顷 并设有新旅客捷运系统 以及行李处理系统 项目造价约1415亿港元 当天下午 记者在现场看到 每间隔一段时间 就有飞机在第三跑道上滑行 香港机管局机场运行副总监姚兆聪介绍 新跑道主要用作飞机降落 7月份运行至今 有11000班航班升降 据悉 第三跑道系统工程的其他项目 包括扩建2号客运大楼 新建新T2客运廊等 将会在未来两年分阶段完成 并按机场流量逐步开放 整个系统目标在2024年全面落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